李敖有话说 这一次从台湾这边到北京 由两个党的党主席到了北京 一位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连战和他太太和他们的团队 一位是亲民党的党主席宋楚瑜 和他太太和他们的团队 他们两位分别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做了演讲 连战这一次带队到内地 引起大家很多的感想 其中一个就是连战的太太 我听说我们内地的朋友们 看到了那位瘦瘦的雍容华贵的连战的太太 穿得很时髦的连战的太太 举手投足之间 大家觉得这位夫人很有气质 我今天跟大家谈谈这位连太太 她当年是台湾大学的学生 参加了台湾这边所举办的中国小姐的选美大赛 她还当选了中国小姐 也许你们还记得她在电视画面里面的造型 瘦瘦的 可是当年她很胖 我给大家看看她当年的照片 这就是当年的中国小姐方玉 现在她用了丈夫的姓叫做连方玉 大家看这就是 注意啊 她比现在胖 注意啊 她这个就是在这个画面 她比现在胖 这个也是 她比现在胖 再看 这是她台大毕业的照片 这个呢 就是她在中国小姐的这个走台步的时候 这个伸展台上面啊 大家注意啊 她比现在胖 并且胖了很多啊 大家看 这是她穿着旗袍的照片啊 这是连方玉啊 这个是她 当选以后 跟着各国代表在一起照片 这就是 连方玉啊 这个就是拿了 这个这个 这个 得奖的啊 连方玉 这个就是 连方玉 是不是胖 比现在胖好多啊 看看更胖的 大家看没有 这就是在 这个游泳池旁边的 连方玉 你不觉得很胖吗 当年的 1964年 现在啊 748494 2005 40年前啊 这个中国小姐的这个刊物啊 我都我都保留着啊 当时他们去捞军啊 在战场上 这是 这就是连方玉 这是现在的连方玉 大家看没有 他瘦多了 瘦多了啊 连方玉 他后来 一路顺风 做了连战的太太 连战很有钱 所以呢 他也变成了 贵妇人 在连战 在台湾 选 所谓总统的时候 连方玉 也出来 帮着丈夫竞选 那一次 正好是五年以前 公元2000年 好死不死 那年我也在选 所以呢 我跟连战 宋楚瑜 陈水扁 许新良 我们都做了 总统的候选人 一共是五个人 连战当时 他带队啊 在在连战 做这个行政院长 行政院长的时候 连方玉带队 一起来读书 他成立了 叫连振东 就是他的公公 连战的爸爸 叫连振东 文教基金会 推动书香满人间 然后呢 看到没有 心灵营书香 人间满心香 这他们由 这个连战夫人出来 教大家如何念书 要多读书 多买书 由连振东基金会 大力推荐 教大家这么读书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 并且呢 还有其他活动 这个 十二周年庆的时候 由联合文学 嘉年华 颁奖 这个连方玉 也负责颁奖 这个大官 大太太 这个学问好 可以教别人 如何读书 可当时人家问到 说你们这样推动读书 有没有去读李敖的书呢 这个连方玉 讲了一段话 这是读者们检举的啊 连方玉 在接受媒体记者访问 提到您 在读着写给我的信 的作品的时候 连方玉说 他 就是李敖 李敖的作品 从来不看 他不看 要看正常人的作品 换句话说呢 我李敖 在连夫人的眼里 不是正常的人 所以呢 不要看 我的正作品啊 当然 他讲这个话呢 是很犯记的 会引来 我的抱负 今天可能 就是我的抱负的一种 就是说 你有什么资格 教大家念书啊 你们看了几本书啊 我李敖的一辈子 看了多少书啊 我写了多少书啊 所以我认为 他们不是个很好的 评判者啊 我才是一个 好的 评判者 前一阵子 陈文倩 在做一个活动的时候 请来连方玉 请来几个朋友 他们在台上面 一边做活动 一边还跳起舞来 然后陈文倩 就请我讲几句话 那一天 我才是有生以来 第一次看到了 连方玉 虽然呢 我当时就发表了意见 我觉得他们 我跟记者说 我说他们的一群人 跳舞跳的 使我想起来 湘西 湖南西边的 就死尸 赶死尸的 赶尸 有本电影啊 叫做湘西赶尸记 使我觉得好像在演一场 湘西赶尸记 这意思就是说 从陈文倩到连方玉 他们的跳舞啊 都很僵硬 像死尸一样啊 这当然是我的很 克包的一面 我还有另外一个 克包的一面 我给大家讲 我太太 在太平洋俱乐部里面 是会员 每天早晨 要去运动 要游泳 连方玉 也是会员 她是会员 当然呢 她现在游泳 已经不是 身材跟现在不一样了 我太太回来 告诉我一个故事 她说 发现连方玉游泳过来的时候 她转身的时候 发现她头部很僵硬 她头啊 不能这样转 也不能这样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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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要转的时候啊 像海豚一样 整条鱼一样 全身跟着转 才能转 为什么要变成这样子 就是 她脸部动 美容手术 使她脸部肌肉 变得非常僵化 可能脖子肌肉呢 也变得僵化 所以呢 就变成一条鱼一样啊 我听了以后啊 就笑起来了 我说连方玉 她老了 我李奥也老了 我当时说她是像海豚一样 事实上 我自己也相当的海豚 我告诉大家 这种有趣的事情 什么意思呢 就告诉大家 在选举的过程里面 我揭发了一件事情 就是 连战 打她 打她老婆 我还讲了一句笑话 我说那种老婆也许该打 不过连战 打了她老婆 我有没有证据呢 我有证据 证据就是 住在连战大楼的对面 连战那个大楼里面 他们住在二楼 对面一个楼房 楼房里面 有我朋友的朋友 他们有一天就看到了 连战跟连方玉走进门来 连战打她 忽然想到 这窗帘没有拉起来 他们立刻就把灯 关起来了 过了一阵子以后 灯开了 连战跟连方玉 若无其事地 坐在沙发上 一切雨过天晴了 我的朋友的朋友 把这个事情告诉我 这件事情呢 引发了一个后遗症 就在四年以后 在这一次总统选举的时候 陈水扁他们团队 就揭发 说是连战打老婆 记者们就访问到我 我就讲了一句话 我说陈水扁也打老婆 只是他打不过他老婆 反被他老婆打 结果呢就是这样子 我没有否认连战不打老婆 可是这件事情呢 很有趣 在连方玉下辈子 好像要取连战 这个消息出来以后呢 我看了以后呢 就很好笑 因为连方玉呢 珍惜夫妻情缘 期待角色互换 想让连战体会 女人生育的辛劳 这种怨偶 是不是怨偶 我不知道 至少我看到一个 有趣的现象 就是陈水扁 当了所谓总统以后 他第一任的行政院长 就是内阁总理 请了唐飞将军 做内阁总理 唐飞做了内阁总理 行政院长的时候 记者们访问他 唐飞跟他太太感情 据说很好 他太太发表谈话 说我跟我丈夫 唐飞夫人说 他跟他丈夫 是七世夫妻 生生世世为夫妇 这是第七世夫妻 唐飞在旁边笑 说现在就是第七世了 意思就是说 我已经受扣你了 已经前后六世都过去了 现在最后一次了 有这种笑话 连战 连方玉下辈子 要取连战 就是这个意思 看到没有 方玉 判下辈子 取连战为期 也许在心理学上 值得大家去解释解释 大家看 在1996年 1月27号的联合报上面 就登出来这个问题 一个是打老婆的问题 欧七 一个是红旗别墅的问题 一个是他的亲家 这个恩人钱的问题 欧七事件 红旗事件 陈家事件 连方玉 接面上 他解释 他的理由是说 船连战动手 连方玉说 他丈夫连猫狗都不打 怎会打我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 联邦玉的逻辑 我丈夫连猫狗都不打 怎么会打我 可有的人 的确猫狗都不打 他就是打人的 也有这种人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 这个逻辑是很奇怪的 我今天讲这段事情 没有别的意思 就是这件事情 大家看 已经上了新闻 已经变成了 连战打老婆 已经变成了新闻 并且在总统 所谓总统的竞选里面 也变成了一个重要的 炒作的标题 因为跟我里要有 某种程度的关系 所以我今天再把它 说一下 也是把我的立场 重新澄清一下 事实上 我们必须说 连方玉嫁给连战以后 替连战做了很多的事情 至少 以连方玉的雍龙华贵 虽然他的表情 有点呆滞 可是还是雍龙华贵 至少给我们内地的朋友 看到了连夫人 雍龙华贵 这一面 至少 他很会帮着连战理财 连战的妈妈跟我同乡 连战的爸爸是台湾省人 他的妈妈是我们东北人 东北的老太太很厉害 所以连战有很多钱 连方玉呢 我们可以看到 新闻媒体登出来的 连战当选的第三天 方玉股市进账 1120万 表示说 他们夫妻之间 很能够处理他们财务 很能处理 我所能够 不能够理解的 我也所以不赞成的原因 就是说 连战 他们那些钱 是哪来的 是我感到一点点的怀疑 是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看看 当年连战 我 陈水扁 许信良 宋楚瑜 我们五个人竞选 所谓总统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看看 当年宋楚瑜的海报 大家看 注意这海报是 秋千一号的 宋楚瑜 张昭雄所作的海报 叫做 放弃连战 保送上雷 这大标题是 连战出局 宋楚瑜的话 大家注意啊 这不是我李奥的话 从行政院长到副总统 连战做了些什么 国家负债增加近九千亿 平均每人 每年多交三万元 台湾经济自由度 在亚洲排名 倒数第二 只领先中国大陆 现在也不能领先了 中国大陆起来了 台湾经济自由度 台湾在这段时间 犯罪率比以往 整整增加了44% 平均每六个小时 就有三个人被抢 36个家庭遭窃被偷 一个人被杀 九件暴力 一个妇女被强暴 是中华民国有史以来 唯一不得民心 而导致下台的行政院长 九二二一大地震 在仁爱乡连战视察的时候 只撒了一泡尿就走了 完全不理灾民的陈情 这款的连战必须出局 看到没有 这是当时宋楚瑜的海报 虽然一年以前 宋楚瑜宁愿做连战的副手 连战做总统候选人 宋楚瑜做了副总统的候选人 虽然两个人双双落选 可是我李奥的讨厌就在这个地方 当时搞宣传的时候 丢得满地的这种海报 我李奥把它捡起来了 不但捡起来 还保留下来了 不但保留下来了 还把它贴起来了 不但贴起来了 还在电视画面念给大家听 告诉大家 当年连战在宋楚瑜的统计的数字里面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李奥在干什么 你拉着宋楚瑜打连战是不是 是 我告诉大家 今天连战到北京去 这件事情 请注意啊 特别挺好 我李奥完全赞成 并且我认为他相当的表现的 相当的不错 可是并不能证明 连战在过去32年 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正确的 过去32年来 连战那么有钱 那么有事 做到了部长 做到了教授 做到了沈主席 做到了行政院长 国务总理 做到了副总统 做到了大使 32年之间做了大官 对台湾的自由民主人权 他没有任何的功劳 也没有任何作战的记录 不是吗 可是因为这一次 在北京演出的成功 我们就原谅他 认为他是好 不是吗 不要忘记 他这是他的记录 看到没有 使国家负债增加9000亿 平均每年 每人都交3万元 这都是统计收来的数字 证明这个人无能 可是他也是支持 李登辉两国论的人 不是吗 可是当他这一次去北京 做得好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原谅他 甚至都赞美他 甚至赞美他的老婆 联邦裕 不是吗 我们人民 海峡两岸的人民 是这么样的容易 这么容易接受 这么容易肯定一个人 这是他过去的记录 32年来 乏善可陈 我们还是肯定他 这就是我李奥的 一代讲的 人家没有公道 我们的人民 很容易原谅两种人 第一种人就是杀猪的 不是吗 杀猪的只要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我们愿意立刻原谅他 他可以立刻成佛了 那连战 这种人 也是被我们原谅的 比较杀猪的标准 立刻被我们原谅 就因为他去北京 做了一件对的事情 我们同时 我们会把它过去 32年来 不做好事 甚至帮着李登辉 做坏事的 这种记录 我们都 一个字都不提了 不是吗 我们北京的整个政策 不是这样子吗 既往不咎吗 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说 在政治上面 我们可以既往不咎 可是在历史上面 不能够既往不咎 历史要解释很轻 政治 是可以说 我是口是心非的 政治可能是颠倒是非的 政治可能是 左是心非的 政治可能是 痛改前非的 政治可能是 未可厚非的 政治可能是 文国是非的 政治可能是 四是非的 政治可能是 响入非非的 可是历史不这样子 历史一定要是 大是大非的 今天我在这里 看到没有 我肯定连战这一次 去北京的 作为 可是在清查过去的 历史的时候 包括连战的太太 他们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都要查得 一清二楚 这是历史家的责任 历史家 是讲大是大非的 不会根据 政治上的一些 颠倒是非 就跟着转 这就是今天 我给大家展示的 我聊的一个方法论 就是历史是归历史的 不能够改写的 可是政治上 我们可以无限的宽大 无限的原谅 无限的与人为善 我们是可以这样做的 所以我再讲一遍 我虽然赞成 连战到北京的 这些作为 可是我必须说 当我检讨起 连战这些历史来 甚至检讨到 连战夫人的这些历史出来 我觉得 不无好笑之处 至少连夫人告诉我们 审美观在改变 人类的审美观在改变 他个人的审美观在改变 至少他不再那么胖了 他认为瘦 可能对他是更好的 你不觉得吗